我拿两块金牌 你拿八个银牌 你没有两块金牌低位高 是不是这么简单 你别算啊什么这个 银牌一个G1分 金牌一个G3分 拿八个银牌 我其实我这个历史就比你高 你银牌拿多你不就是老二吗 人家拿俩金牌的位置就是比你高 所以这是顶级奖项的意义嘛 你说你拿二流奖项 你是二流圈 你才拿二流奖项比 一流圈不比二流奖项 就这么直截 这是经济体大道自检的逻辑根本 你如果落后了 哪怕落后一小步 你也是败了 败了就完了 你说是什么一阵 我上去我也得积个粉 我总共折胜拿多少一阵 全扯淡这些东西 你看顶级奖项 两手是不是都硬 对不对 你拿小奖项 你除非你就是个小球员 你是二流出来 你拿二流奖项 一流巨星拿一流奖项比 你拿二流奖项说事的 说明你底潮了 你跟真正的顶级一流大话比 你虚了 你才拿二流奖项品呢 除非你这个档次比 你才品着 要不然不品着